夫妻烤肉没有想到喝醉了闹上大街排进了警察局 原来花莲这一家人在家中烤肉时喝了几杯酒之后爆发口角 而当时警方货报来到现场却说 丈夫却喝得神志不清还徒手敲击路边的车窗 警方立刻压制实施保护管束 把闹事的夫妻都带回警局 警方一到场就看见一名女子神志不清胡言乱语 随后她的丈夫从巷子走出来酒气熏天大吼大叫 男子浑身酒气看见袁警不断挑衅 下一秒进徒手中敲路边聆听车窗 徒起来举动吓到袁警就怕她再度失控 警方立刻冲上前压制实施保护管束 不料女子看见丈夫被压在地上 竟开始推挤试图阻拦袁警执法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要这样一下 场面混乱女子过程中不断碰触袁警 大声咆哮完全失控 我去说我对不起 你不应该老妹 来快啊快啊快啊 袁警费了好一番功夫 终于先把喝醉的男子压上车 但还没完还要再处理不受控女子 花联警局货报有民众在大街上争吵 到场了解才知道一家人在家中烤肉 即被黄汤下肚骑了口角闹上大街 就连警方到场依然失控 本分局货报在花联市区有民众纠纷 警方立即赶赴现场 现场一对男女先酒后失控 不断咆哮 原是开心家庭烤肉 这下双双进了警局再加一条 妨害公务送班 谢谢陈静 欢迎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